本廳將進行的分組議程為Check-B瀏覽器最夯趨勢 不是參加本議程的貴賓 請您移動您的腳步前往Check-A Wave發展最速報 或者是Check-C新興技術最吸睛的會議廳 謝謝 歡迎各位參加Check-B瀏覽器最夯趨勢 我們今天安排了相當多精彩的議程 目的就是要協助大家快速了解瀏覽器的趨勢 那麼下午的第一個議程 我們邀請到的是Malilla資深軟體工程師林玉銘 以及Malilla前端工程師剪影超 跟我們分享的主題是Firefox 新開發者工具重點整理 掌聲歡迎我們的工程師 大家好 我是Gesling 我和Ricky都是Malilla的前端工程師 那我們今天將一起為大家介紹 Firefox開發者工具 也就是DevTool的近期進展和新功能 那我們在下一張這個GIF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Firefox 57版新版的介面上如何開啟Firefox的DevTool 那我們可以看到開啟後呢 這個各種工具都在這個Panel各個分頁中 那DevTool簡單來說就是各種開發者工具的集合 那這些工具呢都放在這個我們稱作為Toolbox的這個區塊裡面 今天的演講會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將介紹DevTool架構的大幅改進 那我們在第二個部分呢會介紹各個開發者工具 那包含了inspector 然後console還有preference等工具 那第三個部分Ricky會接著介紹Network Monitor 還有Debugger等新的開發者工具 而且會demo這個很酷的launchpad 那我們最後呢會介紹DevTool的一些未來的進展 那首先我將和大家介紹DevTool架構的大幅改進 這是過去的一年中我們所有DevTool的contributor所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介紹這些改進之前呢我們先回到早一點的時間點 DevTool的前身叫做Firebug 那Firebug是在2006年就是也是Firefast的一個creator 叫Joe Hewitt開發的 那這個Firebug呢是一個網頁開發的ADOM 相信有一些開發者有使用過 那他非常的受歡迎 那透過Firebug你可以增山修改任何網站的 HTML、DOM、CSS或是JavaScript 那Firebug呢也支援透過ADOM去擴展它 那可以說Firebug基本上是現在所有各家 瀏覽器開發者工具的前身 那去年我們因為原有的Firebug 使用了ADOM的擴展技術 那我們因為Firebus Firebus本身新增了一個叫E10S的架構 也就是開始支援Multiprocess 那ADOM架構呢它並沒有辦法很好的相容於Multiprocess的運作 所以在去年Firebug團隊他們決定把所有的開發的effort 那整合進了Firebug的DevTools中 那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大部分Firebug的功能 都融合進了Firebug的DevTools裡 那DevTools呢它繼承了Firebug開發者目標 所以我們同樣的也希望做出最好的開發者工具 那我們作為這個網頁開發者所使用的工具 我們也希望這個工具本身呢 可以用網頁開發者所熟悉的各種技術 各種使用的框架各種使用的工具 用一樣的工具一樣的技術來開發我們的開發者工具 那所以我們從原本原本早期我們使用的是 Mozier所設計的入口跟ADOM SDK來去製作我們的開發者工具 那現在最新的開發者工具版本裡面呢 我們已經全部都使用HTML和Standard的Web API 來去開發我們的開發者工具 那除此之外 每個工具裡面它使用了各種的 它需要去很好的去組織這個應用程式 那所以我們使用了React和Redux來去組織我們的開發者工具 每個Panel 那React帶給我們的是我們有可以重用的這個介面元件 那Redux呢帶給我們的是更清晰的就是State的狀態 Management 那同時除了開發者工具 然後使用的Framework之外 我們也我們也把我們可以重用的這個介面元件 或是一些可以獨立使用的這個開發者工具放到GitHub上 那那Web開發者 那Web開發者不需要下載完整的這個Mozier的這個 repository 那它只我們只要下載就是單一的這個開發者工具 那你就可以直接透過熟悉的GitHub 熟悉的這個開發者工具鏈 然後去操作這些新穎的開發工具 那如果想要開發自己的開發工具的Developer 那我們也提供了最新的Web Extension API 那透過Web Extension API呢 你可以在我們的這個開發者工具箱裡面增加自己的新的Panel 那像是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React Redux 這些Developer Tool 都和就是友商的這個開發者工具是就是可以直接Potting過來 那另外我們也因為我們使用了React Component 所以如果你要開發自己的開發者工具 你可以使用跟我們一模一樣的這些UI Element 那打造出一個就是一流的體驗 那以上是開發者工具架構改進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將和大家介紹使用者界面的改進 那Developer Tool呢 我們也套用了早上講到的Photon UI 那Photon UI可以體現在這每個Table Element上 就是它的Style變得更清晰 那我們更新了Light Scene 那配色呢 看舊的配色跟新的配色 新的配色看起來變得更舒服 那我們也更新了Dark Scene Dark Scene新版的配色呢 看起來會對比度更高 那我們的所有的這些新的配色方案 都有去做Accessibility的Check 所以其實你對辨識顏色有一些障礙 那我們也可以 就是即使是有障礙的朋友 也可以更容易地分辨出 每個色塊的不同 那介紹完界面的改進 那我要開始介紹就是最 最多Developer所使用的工具 也就是Inspector Inspector是最多使用者使用的開發工具 那透過Inspector 我們可以查看或修改HTML的內容 那我們選到任何一個Element的時候呢 它會列出所有的CSS Style等 我們可以在這邊去直接修改 然後直接在頁面上看到結果 那我們過去的一年 我們對Inspector做了完全的改寫 那我們去掉了這個Rule 去掉了Add-on SDK 然後換成HTML跟Web API 那也使用React和Reduce的架構改寫 那在整理這個DevTool的各種功能的時候呢 我感覺最有趣 最注意到的功能就是這個叫Useless Rule 那過去我們Browser的這個工具裡面 會就是如果你寫了一個不合法的這個CSS Property的話 在瀏覽器裡面它會自己 就是會有一個highlight 告訴你說這個語法是不合法的 那現在我們更進一步 就是當這個介面元件 雖然這個屬性雖然是合法 但是它在這個狀況下如果是沒有用的話 我們也會做額外提示 那例如在Grid或是Flash的Layout裡面呢 這個Flow的屬性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就會提示說這個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你的CSS Code就可以變得更精簡更清楚 那在我們過去已經很習慣看到這個Bus Model Property 這是非常實用的工具 那我們這一次做了一個更新 就是除了Bus Model本身之外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Position 跟Parent的Element的Position 那Bus Model這邊會列出所有影響這個Bus Model 還有位置大小或是形狀的各種屬性 那我們透過新增的這個Position 我們可以快速的去Prototype這個元件 然後把它調整到理想的位置 Firefox DevTool也是最先支援GridLayout 這個新的CSS spec的開發者工具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RAW SidePanel裡面 我們在這裡面做任何修改 它一樣會直接改變到頁面上 然後在這個開發工具中 我們看到我們可以在 我們可以這邊會列出所有這個頁面上 所有資源的GridLayout 那我們選取了其中一個以後 它會把這個GridLayout它的排版列出來 我們可以在右邊去做更細的設置 像是我們可以選擇 要不要顯示額外的輔助線 或者說這個我們定義的區塊名字 或是要不要把這個格線延長 然後去跟其他不是GridLayout的 原件一起做排版 不僅是如此 我們在這個GridLayout的畫面上 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快速地去Hover去查看 這個對應的網格 我們透過這些選項 能更好的去Debug這個GridLayout 以上是GridLayout的一些新Feature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Web Console Web Console是JavaScript的 Developer的最好的朋友 你在頁面上 如果要追蹤這個頁面的一些Warning 一些錯誤的話 它是一個最方便的工具 除此之外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Web Console上面 去輸入JavaScript的各種語法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存取 這個頁面上的所有的Global Object 去年Web Console也經過了改寫 我們使用了React和Redux的技術 我們重新組織了整個內部的架構 我們在Web Console中執行的所有的JavaScript的結果 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參數 像是List或是Object或是Array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Object Log來顯示 這樣的內容 因為我們使用了React去重寫 所以這個Object Log也是一個Web Component 如果你的專案中需要使用的話 你可以使用NPM install DevTools Reps 去把這個原件下載下來 然後可以直接 當你輸入了這些變數 這個參數 Object 它都可以用很漂亮的方式來去顯示 這個原件被大量的用在我們各種各樣的開發者工具中 包含了Debugger 包含了Network Monitor 都是使用一模一樣的這個React的原件 如果你需要使用這樣的工具的話 歡迎就直接到DevTools的Core目錄中使用 或是你也可以參考開發自己的開發者工具 那此外我們也使用了Tree跟這個reps 來開發Console Grouper這樣的功能 那在Console Grouper中 我們就是可以做階層式的Layout 階層式的Console Log 那我們透過Tree的這個原件 我們可以去縮放這個內容 那現在透過Web Console 我們也可以直接實驗 SML、HTP Request 或是Fetch 這樣子會存取到網站網頁的內容 那這邊使用的是HTP Inspector原件 這個原件我們和在Network中的HTP Inspector 是一模一樣的原件 那我們當時去Potting的時候呢 只經過一個很小的改寫 那我們就可以在Web Console中支援完整的 就是Network Panel中的所有的功能 那最後我還想要介紹一個工具是Pref.html 那要提升網頁的效能呢 其實是相當考驗技術的 那透過Profiling我們可以量測出這個網頁 這個特定critical的那個操作 它的現在效能瓶頸在哪邊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工具呢 更直觀地找出針對性的錯誤 並去改善它 那Pref.html也經過了改寫 那同樣使用REAL和REDOS的技術 那它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有自己獨立的網站 那程式碼它host在Github上 那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add-on 所以要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上這個網站下載add-on 然後你可以透過量測 量測的時候你就是按STOP 然後量測完按STOP 它就會把這個Profile記錄下來 那它可以一鍵就上傳到這個 對應的Profile網站 那這個上傳以後 你可以直接在網頁上去查看 你的Profile的各種細節 那它除了看JS之外 我們Firefiles本身也用同樣的工具 去Profile我們Firefiles內部的 所有的callback function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非常進階的developer 你甚至可以往前trace說 這個東西這麼慢 原來是browser搞的鬼 那如果你可以就是 你找到說是browser搞的鬼 你就把這個網址貼到我們的開發者公 貼到我們的boxzilla上 就可以report出來 那你的report可以協助千千萬萬的開發者 來調整我們的開發者的環境 那我們的pref呢 在就是也有經過這個Photon UI的refresh 那refresh之後的介面會長這樣子 會變得更清晰 那以上是我分享的部分 那若您對DevTour感興趣的話 那歡迎臉上以上的網址 那接下來我們的時間會交給Ricky Ricky會繼續和大家介紹 還有Debugger Network Monitor等更多的新的特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喂喂喂 喂喂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ky 所以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 就是Debugger 然後還有Network Panel 然後最後面會有一個Demo 是關於Launchpad 是一個目前DevTor比較新的Feature 所以Debugger其實是一個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Web開發者的話 應該多多少少都會用過 雖然不一定是每一個除錯的過程中是必備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寫程式的過程中 可能也在其他程式員有用過Debugger 我們這邊的Debugger是一個 屬於專屬在Web專案裡面 在使用的一個除錯工具 可以讓你下中斷點啊 然後暫停在程式碼的某個地方 然後讓你去看目前的程式的狀態 像是ColdStack 像右邊可能會有ColdStack 然後你可以看到目前的Local Variable等等的資訊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以來 其實Debugger有一些很重大的背後架構的改變 因為像剛剛Gasolin提到的 就是我們DevTor的整個Ecosystem 有很多很多的相關的內部架構的變化 首先Debugger Debugger啟動的新的專案叫做Debugger.html 它是一個非常獨立的GitHub repo 它是原生的像是Chrome的DevTor 或是Firefox的DevTor也好 都是屬於把DevTor的原來的Codebase 綁在原來的Browser的Codebase裡面 那Debugger.html把它抽了出來 變成一個很獨立的專案 所以我們把整個Debugger 移到了一個獨立的GitHub repo 並且重新用HTML改寫 然後移除了一些很舊有的 一些Firefox本身才獨有的程式碼 最後也是跟其他工具差不多 我們都用re-add加re-dux 來去處理我們一些複雜的前端架構 那這樣子種種的改變 像是re-add-re-dux的導入啊 還有一些架構的改進 讓我們Tensma品質提升 那從去年大概到現在一年多以來 其實在Debugger.html這個專案 大概已經吸引了多達 超過150個Contributor 他們是不拿任何一毛錢 然後只為了讓我們開發工具更好 然後他們不斷地在貢獻新的功能 這個非常非常強大 跟強大的社群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從Debugger的這些架構改變以來 我們又引進了哪一些 算是新的功能 像是第一個是Project Search Project Search的話 像是圖中所看到 它是如果大家有用過 如果是開發者 基本上都會用過一些ID 或者是Source Editor 可能都會用Ctrl加P 或是Combin加P 來開啟一個Search Panel 然後搜尋你要的關鍵字 那這個功能也不例外 是個類似的功能 那現在整合在Debugger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樣子的快速快捷鍵 然後去搜尋你要的關鍵字 那另外一個呢 是一個算是Breakpoint的enhancement 它算是 基本上原來的Breakpoint 我們都是會記錄說 使用開發者 現在目前暫停了 到了那個 你的Source Code的哪一行 然後 當你的Source Code做了改變 或是移動的時候 那暫停的那一行還是 第六行可能還是第六行 它永遠不會跟著 你真正的Source Code的架構做改變 那這個St Breakpoint 就是提升了一個 解決這個問題 像是左邊的範例就是說 我原來寫了兩個Function Code 那今天使用者做了一個Swap之後 把上下兩個Function Code對調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右方的Debugger的 除錯視窗裡面 它的Source Code的Breakpoint 就會跟著做改變 所以呢 代表說 我們有辦法能力判斷你的AST 就是你的 AppTrash Syntax Tree 去知道說 你目前的中段 你做什麼改變 然後去產生對應的Debugger結果 那另外一點呢 叫做Async Stepping 這個功能也是最近問世不久 然後 它是可以來幫助開發者 去處理很多 Asynchronous Programming的一個問題 那像是這個 是在 一般我們在使用 像是我們在JavaScript常常會寫到的 就是Promise 或者是最新的Async 而為等等的語法 那在Step Over 就是我們要進行下一行的 除錯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這些API 是在向而為後面的API 是屬於Promise 它是屬於Asynchronous 所以它無法正確的 我們的程式無法 Debug無法正確的判斷說 下一行在哪裡 所以就會造成你的Step Over 會遺失了你的原來的指標 那在後來的Async Stepping的改變之後呢 我們的Step Over就可以很正常順利的 進行下一步出錯 所以就會更貼近就是 像Async而為的思維 我們可以使用Synchronous的角度 去進行Synchronous Programming的偵錯 好 那另外一點呢 叫做CodeStack Improvement 這個可能稍微有點糊 不過大致上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圖是在代表說 在Debugger右方的一個CodeStack 因為一般的程式儲作 會包含了許多的Function Code 但是很多Function Code是 可能是Dirt Party Library 像是圖中的中間就很多 是Backbone.js sorry Backbone.js 那往往我們不需要這些 其他Dirt Party Library的Function Code的資訊 所以呢我可以做了一些更好的改進 就是我將這些Dirt Party Library做Highlight 像是Backbone的話呢 我給他一個特別的圖片 Backbone的Icon 像JQuery會有JQuery的Icon 那我們對於一些外部一些比較知名的 對Party Library啊 我們都會提供很多的這些Icon 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較漂亮的視覺化效果 並且呢我們還可以把一些 相同的Library的API給壓縮成單獨的一個API 所以當你想要看相... 你真的想要發現你的問題是在Backbone裡面的時候 你再把它展開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項新功能叫做Column Breakpoints 它是今年聖誕節才會問世的一個新功能 那這個新功能其實它就是說 我們提供Breakpoint一個更強大的功能 可以讓你直接對於 不是就對行來做中斷 而是對於你真正語法有意義的那個執行點 像是說可能是一個Statement 或是一個Function Code做中斷 像圖中AAA BBB CCC都是各個不同的Function Code 我可以中斷在某一行的某一個Function Code底下 那可以幫助我們來加速我們的除錯 那當然因為Debug Contributor 跟整個Community實在是太大太大了 所以還有很多很多新的功能 像是可以Mapping Minify variables 還有像是WebAssembly的資源 那還有像是WalkerList 就是可以讓你使用Walker 去除錯那些Walker稅 好 大概以上就是屬於Debug的部分 那另外一點就是Network Panel Network Panel它又稱為 我們又稱為Network Monitor 它就是讓圖中長這樣子 那它其實是屬於Inspector Console Debugger以外 第四個開發者最常使用的工具 好 那像Network Monitor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是一個Full Stack 或者是前端後端可能會常常需要 開發前後端的網站開發者的話 你應該多多少少都會用過一些 去看說你背後的Network Request的資料是什麼 知道說你的Network 你的網站大概花多少時間載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的檔案有多大 然後它載入的時間有多長 那可以幫助你去做一些效能的改進等等 好 那我們的Network Monitor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獨有的功能 像是說Statistic Panel 它是一個算是一個 額外的統計圖表 那它會有個圓餅圖 然後告訴你說 你的網站有哪些 download哪些資料 像是HTML還是HTML 跟多少比例的JS 還有你的圖片等等 可以幫助你開發網站做分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Edit and Resend Edit and Resend 就是身為一個工程師 大多分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複製貼上 所以呢 我們考慮到了這個複製貼上的方便性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Edit and Resend的功能 讓你可以直接複製現有的Network Request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快速修改它 然後重新送一個類似 並且修改過後的Network Request 那像之前是一個我蠻喜歡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是真的可以很快速的 直接模擬一個我要的Request 然後做除措 尤其我不用再改後端Server-side的程式 也可以直接做到這樣的功能 好 剛剛以上是之前NetMonitor 本來就有的功能 那接下來一樣要提一下 Network Panel這一塊背後的一些架構上的改變 那首先呢它一樣是 有移除掉一些舊有的程式嘛 然後用HTML重新 刻了它的介面 所以呢改變了很多背後的架構 那最後我們也是用Reit跟Redux 去重新 重新的去寫了我們前端的架構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Reit Redux 讓我們Component可以有更多更多的重複利用性 所以Code Quality提升了很多 那我們的從 跟Debug不大一樣的是說 我們的專案是大概今年年初開始 開始做的 那從今年年初開始 大概到現在可能半年左右 不到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們已經增加了大概20多的Contributor 那剛好在台北來說 Gasoline跟我是屬於Network Monitor的主力開發者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加入這個專案的話 也可以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好那這個以上就是 Network Panel的一些背後的架構 所以接下來就會分享一下我們 除了背後架構的改變 還有一些些小小的前端架構的Polish 像是我們把新的Status Bar更加鮮明的 放置在Network Panel的下方 然後顯示了譬如說所有的Network Request 你的網頁載入了多久 總共有多少資料 並且連那個download的時間 都有用特別顏色的鮮明 標示在下面 那還有一個叫做就是Customize column Customize column是一個 開發者已經抱怨很久 然後我們終於是因為 我們會從架構轉移之後才 架構轉移之後才使得我們Code跨體提升 然後我們才可以開始實作的新功能 那像這個功能就是很方便 讓你可以直接去各自化你的Code 新增或是刪除 然後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資訊 然後另外一點是說Auto Complete 就像這個圖中所顯示就是 我們在Network Monitor的Search Bar 有更強大的Filter功能 然後它會進行Auto Complete的 它會跳出一個Auto Complete的Pop-up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搜尋說 你的目前的 譬如說Request的Status Call 然後或者是其他任何個Type 你都有機會在上面直接透過Auto Complete來搜尋 然後找到你比較想要關切的那個Network Request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它的功能其實非常非常容易跟簡單 但是它卻可以幫助很多開發者 就是MDN的 Assistant 那MDN是一個我們Moseya蠻特有的 豐富的資產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非常詳盡的 跟網站開發有關的文件 你要查什麼API或是查什麼Network State 那MDN Assistant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問號的小幫 就是這個問問題的小幫手 如果你對於譬如說Network Request 這些Property啊 Content Type是什麼啊 這些東西不是很清楚的話 尤其你是一個新手 你可以直接用我們的DevTool 左邊在各個原件的許多的左邊啊 或者是前後的地方我們按插了一個Button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點擊連接到MDN的Page 去說明說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非常非常方便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介紹完NetMonitor的部分 接下來會為各位介紹這個是非常非常 DevTool最近非常重大的改變 它叫做Launchpad 那Launchpad是什麼 Launchpad其實算是一個非常非常獨立的Panel 那它這個獨立的Panel可以讓我們各個DevTool的 DevTool的那些工具 搖身影變成一個更加獨立 然後不只可以跑在Firefox 甚至可以跑在Chrome或者是Node.js 或者是其他瀏覽器上面 所以我們是可以足夠跨平台 然後變成一個很強大的前端介面 那它其實不只是一個前端的Client介面 它其實背後也是包括了一整組的NPM Package 透過這間NPM Package呢 開發者可以直接安裝然後下載 並且直接在上面去組織 還有開發你自己要的DevTool工具 那像下面這個是一個 DevTool工具的簡單的E4 Launchpad的E4圖 不過我會直接給大家一個Demo 好那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有了Launchpad的好處 我們可以簡化很多開發流程 因為原來的Firefox的DevTool 它是綁著我們Firefox的 本身瀏覽器的Codebase 所以我們開發是綁在一起無法分離 那有了Launchpad的資源呢 我們可以把各個我們DevTool的Tool抽出來 譬如說我們可以把Inspector抽出來 我們可以把Console Debug抽出來 變成一個非常獨立的工具 然後去讓它來除錯Chrome 或是除錯其他的像Node.js之類的平台 好那接下來直接給大家一個Demo 好應該看得到 好那我現在要給大家看的是一個畫面 它主要是在我們 Firefox Codebase裡面有個Network Monitor 那現在這個案例呢就是說 我們將Network Monitor整合了Launchpad 使得這個Network Monitor可以用來除錯 Firefox或者甚至是Chrome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那它本身是 Launchpad本身是一套NPM Package 所以我要使用它的時候呢 當然首先可以在裡面這個Folder底下 進行安裝這個NPM Package 所以呢可以進行Yong Install 然後就可以安裝一下我們所有的NPM Package 那因為我已經安裝過所以很快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YongStar去啟動 YongStar是可以用來啟動我們的Launchpad的Server 有了Launchpad的Server之後就是 它是可以host一個簡單的Web Server的界面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網址來打開 用任何的瀏覽器來打開我們的Launchpad 所以你可以用Safari 你可以用Chrome 你可以用Firefox來開啟我們的Launchpad 來載入我們的Network Monitor 好所以現在我要做的事情是 這個是Launchpad 那我想要用的是Chrome 我想要用Launchpad來除錯我的Chrome 所以呢這邊有個界面是Chrome 然後我選擇LaunchChrome 它就會幫我開啟Chrome 好 那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就是說 Chrome的一個Tab被開啟了 那我可以在我Launchpad裡面看到 這個Tab 就是指的Chrome這個Tab 因為我們透過了Remote Debugging Protocol 可以去連接到Chrome 那我點進來之後呢 就會開啟我的Network Monitor 好過來一點 那這個Network Monitor的界面 就跟我們本身Firefox一樣 那我可以進行reload 就可以去遠端控制Chrome的Tab 然後再入整個我的Chrome ChromeTab裡面的那個網站的所有內容進行出錯 所以就代表說這個Launchpad上面的Net Monitor 不只可以用來出錯Firefox 也可以看Chrome上面的資訊 那更重要的是呢 因為在我們Codebase Reflector過後 Codequarty的提升 那變成這方面的修改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剛剛看到這個 跟Chrome有關的功能呢 其實都是由一個外面的Contributor 權力改寫的 權力支援的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Launchpad 最後呢要來討論 分享一下大概是Devto的Future 首先呢 GoFaster是 透過Launchpad這個專案 我們可以將Devto變成非常非常獨立的Panel 那它可以帶很多好處 像是我們可以將各個Devto的Source Code 移到了Github上面 然後吸引更多開發者 那這樣的好處 另外一點還可以將各個 獨立的Devto tool 變成Add-Down形式 抽離出原來的Firefox 然後 Skip原來的Firefox Re-Schedule 代表說我們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那些Devto的Feature 好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新功能 大致上就是像是我們未來Devto會有 新的Accessibility Tools 那還有一個就是NetMonitor的Hard Import Export 那這個功能是可以 Hard這個東西是可以 給使用者一串 算是Network Request的詳細資料 再入一個網站的時候 到底再入了什麼樣子的Network Request 都可以集結到這個Hard的 類似Json的格式裡面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 像是Automation Testing 好 還有會有更多更多的Quality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好 最後就是我們會有更多更完善的 Chrome RDP Support 那像剛剛我們用Launchpad去連到Chrome 就是屬於透過了Chrome Remote Debugging Protocol的資源 使得我們的Launchpad上面的Network Monitor 可以去Debug我們的Chrome 所以呢接下來的各個DebugTool 會有更多更完善的Chrome資源 那如果大家對DevTool的開發有興趣的話呢 就不妨可以上一下我們 DevTool HTML GitHub Website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我們DevTool 開發release出來的一些 Open Source的Code Base 並且可以加入我們的Slack 那我們台北這邊有我跟Gastolin 可以幫忙直接用中文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當然其實國外同事其實他們人都很Nice 所以呢歡迎大家可以參與我們加入我們的Slack 那另外一點就是像剛剛提到Web Extension 已經有API的資源 所以大家很不如自己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DevTool Extension 好 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這邊是一個DevTool的Blog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 偶爾可以Follow一下我們 ByFast DevTool的任何更新 那也歡迎大家來Boost來詢問我們任何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其實我們去做一間的Done 我們要去做一間的Done 對 我們去做一間的Done 感谢观看